好 各位孩子們玩完 今天請到Cokey哥來幫我拿 這不突然就開始 通常我去別人的頻道都要這樣 真的嗎? BOOM!HELLO!YOUTUBE! 我們今天是要來比較啦 就是有一個500塊的遙控車 跟一個5000塊的遙控車 而且不容易 有人現在還在Yahoo騎我買什麼 這個MTT是廠商拿給我的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這個5000塊 跟500塊東西的差別 那在這之前我要先讓Cokey哥講一下 你的頻道到底在拍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頻道很新啦 我是在7月21號才開始 我頻道很堅持每個禮拜要拍一個開箱 是 對 然後我要成為華人世界 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 都會開箱的Youtuber Cokey哥我剛認識 我覺得他真的人很好 然後其實他也有在經營一些經濟 不能說經濟公司 應該算是 其實我們就是經濟公司 算經濟公司 不是啦 我先走了 Red People是馬來西亞最大的網紅經濟公司 我們是全世界華人最早網路經濟的 那Cokey哥怎麼知道要簽我 我可以簽入Red People嗎 對 我們已經決定不簽老爸 簽不起啦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就是 搞不好粉絲黏著度太高了 沒有沒有沒有 每一個影片一上第一天就幾萬 最主要先去訂閱 去看一下Cokey哥頻道 其實他的頻道也很豐富 然後也有做一些淘寶的開箱 而且有些話題是男生很愛的 我們就不講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 這一台是VDZ 幾乎是日本龍頭的遙控車 那他這品牌大概十幾年 可是在台灣的行銷的歷史比較短 玩的人很多 可是他們在行銷是這兩年比較有人在行銷 開箱這個 這我有專利了 我要先申請專利 這個一定要先打打 好 這是 老爸專利嗎 對 來來來來 好 這比較大 這比較大耶 這樣子比較像 這是Bumberby耶 R8對不對 這是R8 這好像是R8 這台沒有寫 這個是比較沒有牌子的啦 這不曉得喔 我那時候還以為是R8呢 結果好像不是 這台是黃色的 有一點測 我們要不要開出來看 好 開一下 好 我們把它拿起來好了 大小不一樣耶 我買的這台是一比16的 好 那我來邊把這台打開 我沒有電梯耶 我待會兒也倒電梯 喔 你有電梯喔 好 所以老爸你平時玩模型車嗎 我其實 我之前玩更大的 就是之前我是玩 其實我都玩一比16的啦 我不知道 一比16是這個嗎 嗯 其實比這個大 這個我覺得它有點偽造 它不是一比16的 五百塊 你要怎樣 對啊 吃一個網品都不夠 喔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專業 這個就這樣而已 應該是比較偏小孩子玩 那種玩話也無所謂 對 其實MITZ這個品牌 它有很多改裝的套件 它整台車都可以改裝 包括殼啊 或者裡面的一些磁輪啊 或者是平衡啊 什麼 都都是可以改裝的 可是我還是比較好奇說 為什麼一個遙控車 可以插到快10倍的價格 值不值得買 我覺得 我一定要稍微看一下 多久沒玩遙控車了 我多久 大概幾歲的時候會玩遙控車 我沒有 我後來其實我在三四年前我買了很多遙控車 我都玩遙控車應該都知道小一啊 大一啊 像我就有買小一 你聽到小一 大一 不會有特別的 我們先看一下遙控器啊 你看這沒講 這個遙控器是轉的 這個好像是叫槍型遙控器 他們一般是這樣 所以它是這樣子控制的 然後這個 就是左右嘛 對 這個是左右 然後我們看一下外型啦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你覺得質感耶 我這樣 這個 可是我一開始以原VCC會比較接近金屬的質感 其實也沒有 對 已經沒有 也是塑膠的 也是塑膠的 它並不是說那個 只是說它的塗裝各方面來講 會比較接近模型 我覺得你今天找一個外行人來拍這個 沒有 外行才說才準啊 如果你找內行的 他當然會講說不要買五百塊的啊 可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也覺得這個五千塊有點貴耶 其實我覺得它的外觀也沒有到差耶 質感沒有到不好 只是猜不出是什麼車 因為你看它這個油箱在這裡有點像R8 對 它有點像R8 可是它事實上它可能因為沒有品牌授權的問題 對 所以這一台是麥卡倫 這不知道是什麼車 不過基本上因為MZZ它這個品牌有授權 它有授權 所以我們不曉得這個是什麼品牌 可是我猜它應該是R8 可是我個人覺得它的塗裝並沒有到不好 就是其實就是沒有像真的很爛 那種它不爛啦 我覺得這買給小孩子玩壞了你也不會心疼 它的這個蓋子是不能就是只有電磁蓋可以打開 不可以分開的 對 那這一台是可以把它就是 它是這樣子 就是直接從前面 它是可以打開蓋子 它有骨障 就是 還有骨障 跟馬來西亞有講骨障嗎 叫骨障 骨障 你看它是這樣有沒有 這個骨障很好 就是避震 對它有避震 然後這一台是沒有避震的 故意還是有道理 對 可是這個殼可以換嗎 這個殼是可以換的 而且它很好玩的是一點是說 我是因為有看一些數據 就是 因為它的車體啊 會有 就是你殼換的有大跟小 那你只要去換這塊拆板 你就可以去合那個殼 會合 所以它在這部分是有設計的 這個所有的車都大小都這樣子 對 就差別就在外殼 對 可是它有分版本啦 它的底盤有好幾個版本 那有些是前驅 有些是後驅 這是後驅 這是後驅 對 那也有四驅的 就是說它這馬達是可以有 比較調比較高 或比較低或什麼的 我記得是這樣子嘛 反正 就是一台可以改裝的車 現在Cokey Girl在裝電池 這台500塊的啊 是裝三號電池 三號電池的部分呢 它本體是裝四顆 遙控器是裝兩顆 這個是MiGZ MiGZ是四號電池 一二三四 那遙控器的部分啊 也是一二三四 有四顆 欸500塊的道 欸真的耶 真的耶 這道車還有燈耶 對啊 挺高級的耶 欸前進有燈耶 對啊 你看 欸其實現在500塊的東西 也做得不錯耶 對 也不錯耶 欸它是LED燈耶 對啊就是 欸這蠻讓我意外的耶 欸你沒有燈耶 我沒有燈耶 比5000塊沒有燈耶 可是我的這台可以裝燈 可是它 燈要另外買 你5000塊還要加燈 可是我跟你講 它這邊有個按鈕 可以控制燈的 亮跟暗 只是 我忘記它 還要再加錢 還要再加錢 好 預備 開始 欸差不多耶 差不多耶 速度差不多耶 再一次再一次 好 來 好 來 來 一二三 它 差不多 我覺得你的後勁比較好 對 好像因為我 可能我比較輕 對啊 可是它可以摔尾啊 你玩一下 這個有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我 不是 你是比較容易 不是那個 那個我 這個 唉唷 而且它滿敏感的耶 它就是 它就是 它敏感 我覺得它的 往後巴鼓的 比較不敏感 可是往前是敏感的 對 你幹 你幹他撐 唉唷 還可以嗎 還可以 我覺得我用這個 比較不習慣 你用這個比較 不習慣 因為我小時候是玩的 它那個就是可以圍一條 唉唷 唉唷 我這樣有點大欺小的感覺 唉唷 我覺得它的底盤 很貼地 就是你看喔 它TTT的聲音是為什麼 它有四伏馬達 對 它四伏馬達 這個聲音都怪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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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力氣比較大喔 好 一咧 開始 好啦 我現在還覺得 力氣真的比較大 我覺得跟電池有關係嗎 一開始還因為 是馬達的關係嗎 對 電壓的關係 電壓跟池比 MITZ它的池比是可以換的 就是它裡面的比例啊 什麼是可以換的 我覺得這個 不適合初學者 可是如果你抹完很久 或者你有在跑 你們這個是有 會放跑道嗎 這個會 MITZ是有放跑道的 放跑道的 其實老實講 這台車啊 就5000塊是比較靈活的 它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轉向 它在轉彎的時候啊 是可以微調的 比如說你轉一點點 輪胎就是跟著轉一點點 對 它比較靈活 就是比較能夠控制方向 那種500塊就是只有一段 對 就直跟 我們看一下500塊的 500塊就是簡單 500塊啊 就是四個按鈕 前進 後退 左邊 跟右邊 然後它是 左按啊 它沒有四伏馬卡 它就是直接那一個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輪胎 來 開到全速 它的 它的輪胎感覺 它會抖動 你看 它沒有避震 它 不然你就是它的軸心啊 你看它的軸心 是 有歪的 就是軸心 只是在一個正的上面 其實你知道嗎 其實你知道嗎 I don't care 什麼軸心呢 走就好啦 對 然後 然後我們來試看看 這一個 5000塊的 欸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有點不同 它的軸 就是它的輪胎 是不會飄的 對 然後它裡面也有避震 有沒有一個是 比較會抖動 對 抖動 然後這一個 5000塊的是 比較不會抖動的 我們今天是真的是講實話 我們不是專業的 玩弄RC的 對 如果專業玩RC啊 他們會跟你講 這台車不是 就是它是玩具 它就是玩具 對 它是玩具 然後這台車啊 其實它的 尤其是Mini Z啊 它其實在外觀 各方面來講 是比較精細的 我會覺得它適合 比較有年紀 嗯 不是像我們 我意思是比如說 你是國中生 對 差不多要 國小畢業之後 對 那你對於 比如說你對於操控啊 或對於方向啊 或對於前驅後驅 或者改裝有興趣的啊 也不是 也不是 需要有錢 欸 也不便宜好不好 它其實它的上面啊 還有一些套件可以改 比如說它也可以陀螺椅啊 什麼的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它這邊總共有四個旋鈕 然後這個啊 是前後的微調 就是讓它可以 受力的時候 對微調 這個是微調它的左跟右 然後它比較厲害 我覺得是這個啦 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之前遙控車也沒有 就是 如果你把它轉到最小 它在轉向的時候 就只會有一點點 好 就一點點 把它轉到最大的時候啊 你轉向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比較大 過彎就可以比較大 所以就是說你看你的賽道 或什麼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 轉彎的幅度啊 就真的是F1的幅度 就是它是一個 怎麼講 我比較接近它是一個 比較需要用的 很多人是把它放在家裡 當作 放在櫃子 白色餅 對 很多人收集好幾台 像我兒子啦 最近開始對 遙控車一些原理啊 有興趣啊 或什麼 會覺得說 再花多一點錢去買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嘛 還是有點 就是如果它沒有興趣的話 你買這個就好 對 你幹嘛花那麼多腦筋 因為這個東西 可是它還算耐摔 我原本以為它 我們剛剛摔了兩次 摔了兩次 就是 沒事啊 原本以為是它 比較精細 可是摔了兩次 還算整個 還是正常運作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有一些 父母陪同 然後給他一些基本觀念 然後再讓他自己去玩 對 因為你買這麼貴的東西 你真的就是丟給小孩玩 是浪費的 他也不會玩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是要看父母對小孩 要給他什麼東西 對 因為如果你只是想要讓他玩一玩 有空爽一爽就買這個就好 對 講真的500 其實500塊不錯喔 不錯 對 我以前500塊還有燈什麼 其實是不錯的東西 不可能的事情 對 而且 就OK啊 對啊 而且小孩子玩一玩就累了嘛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就是如果想他真的有興趣對於機械 或者對於開車 或者對摩托車有興趣 我覺得這可能是 而且經濟狀況引起的話 我覺得 對啊 你買一台給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對 你一定要是一個系列慢慢培養 對 他可能會是一個三個月半年 然後可能影響他滿多的 欸你 我忽然發現你很有營養耶 不是像你頻道都講實在話 我以為你只照 我以為你只在乎罩杯而已 對 其實我真的是 比較在乎罩杯 罩杯還是很重要 對啊 對啊 所以我 我倒是把年齡 如果要講一些有營養的話 只是我頻道還是沒有時間講 對啊 這個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對 因為 沒有什麼 如果你只想買一台的話 我覺得不要買這一台 如果你是對於小孩子有一些規劃 或者你剛剛有協議說 如果我買這台給你 我可以買下一台 可是你要用什麼東西來換 可能你用掃地 用洗碗 或者用考試來換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的 欸這一台洗碗 可能會洗到你 對 玻璃那個碗都破掉 因為現在小孩都是父母 都是直接給嘛 對啊 我覺得他們也拿東西來換 會不愛洗 這台車其實是MIS-Z提供給我 可是我也必須講 如果我的小孩本身 沒有對車子有興趣的 其實 不用買這一台 或者我覺得可以先買這一台 如果他真的有興趣再買這一台 對 再告訴他一些原理啊 甩尾啊 因為其實他這個東西 他還可以加裝陀螺衣 加裝燈具 加裝一個 他比較一個 類似我們車體的結構 有前驅後驅 他可以飛嗎 他如果裝翅膀 然後馬達換一下也許可以 在我們年代有一部電影非常紅 叫Taxi 喔Taxi 喔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結論啦 記得喔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記得晚下午五點準時上線 老爸的頻道如果你喜歡 記得點擊訂閱 因為一看就知道Cokey哥不是一個拍很久的YouTuber 對因為我們每次到最後都講得不順 對 好啦其實我 剪輯按讚是怎麼講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一點準時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專業的掰掰 好記得訂閱Cokey哥頻道 掰掰 老爸掰掰 多點兒 有些人 在經燈下午兩點 你真是 最瞬間 在經燈下午兩點 是